因为我也是从那个年龄段过来的 我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有很多的迷茫 然后我也有很多的怀疑 其实我并不是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那么自信的 所以我想对他们说就是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呢并且坚定这个方向选择下去 还有就是希望他们知道努力过好每一天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每天不停在提醒自己的东西